好继续看到交通的事故了 台九线瑞穗五鹤段南下连续弯道处又发生了大货车翻车的意外事故 那么是一辆满载水泥粉的大货车 疑似是过弯车速太快而失控翻车 那么连续撞断了两棵路树之后呢 侧躺在路旁 那么司机的头部是受到了轻伤 那么锦销到场之后立刻将他送医救治 所幸并没有大碍 过弯失速翻车的大货车撞断了路数刮曲大片草皮 最后侧躺在路旁 车头严重破损挡风玻璃破碎 现场一片狼藉 货报到场的锦销人员赶紧将受伤的货车司机送医救治 司机啊只有一位而已 状况怎么样 就还好一失清楚 有什么 你是送医的 没什么答案 现在去医院检查 货车司机头部受伤但意识清醒 只是满载着水泥粉的大货车 有水电箱毁损 为了避免发生更大灾害 消防队开着水箱车在现场全程待命做安全防护 漏完了 漏完了 它才有没有漏 漏那个上面就一玩一玩 那它是背什么 水泥 水泥 水泥粉 里面那个是水泥 同装的水泥 而同步在场管制交通的警方也进一步调查 厘清事故原因 初步研判 以死打火车过弯 失速两货 本分级在下午14点05分左右 接破民众报案 在本辖台九线263.5公里处 这个五鹤台地这个转弯下坡处 有连接车翻覆 那本分级延紧立即到场处理 那经过查证是一个防茜驾驶人 那因为是因为车速破坏的问题来到这个转弯下坡处不胜翻覆 36岁的黄姓霍树司机从首逢载运水泥粉末到玉里镇 下午2点多左右 途经台九县瑞瑞五鹤段这一处大弯道时 疑似过弯失速 强大离心力将整车甩翻到路旁 霍车司机经警方九车 九车值为零并无酒驾 警方也再度呼吁民众行车请依道路限速行驶 行经下坡连续弯道路段 也请减速慢行确保行车的安全 记者石玉兰瑞瑞瑞采访报道